谢谢大人 谢谢大人 是你 认得我了 韩十一 你想干吗 你声音小点 我可不像你 诡计多端 当年害我被我爹做了多少次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你怎么还记仇啊 再说了 你要是不傻的话 能上当吗 你还真是半点旧情都不念啊 连我都敢劫持了 我当时也是走投无路了 但我未曾想过要害你 我懂 时间有限 咱们长话短说 青州到底怎么了 薛伯伯到底是怎么被害的 青州 青州 世子 请 殿下 牛河 您还看农书啊 您啊 近日 常国赞派了廖连 顾值派了堂浅 不肯同路 两人分道去了青州 闹得这么说话不容 这顾大人 可真是个人物啊 顾值为人中正 不当赋予王安立 却也不是没脑子 他闹得越明明白白 王安黎越不敢除掉他 皇上还是看重纯尘的 殿下慧眼识人 佩服 佩服 对了 这钗子 我见你不太会啊 我教教你吧 先拆下来 别看着金簪小 但是却十分坚硬 里面藏有九十九根金针 这么稀的一根簪子 里面竟然藏着这么多针啊 是啊 你试试 轻轻一转动 他就会发射 这 这儿吗 嗯 不过 可惜了 那根针了 你尽管用 其他不用担心 好 殿下 今日将内薛家一招制敌 瞧这手法 有些眼熟啊 什么眼熟 东郊树林 救我的不是己也 是您吧 身藏不露啊你 怎么救人都不带妖宫呢 你不也是救了薛家 为了让他撤退 自己做了人质 您说什么呢 我都不认识他 如何要掩护他呀 您今儿个 为何那么及时地出现在一点轩啊 我也不必瞒你 我接到密报 说我保安里的爪牙 要除掉一个流放的犯人 我觉得此事有蹊跷 就让人去调查 薛家是我命人暗中保护的 躲掉兰杰进了京城 我原本以为 他会在顾大人上朝的时候 拦叫喊冤 没想到被承放军发现 才躲进了一点轩 原来如此啊 那这么说 您早就知道青州的事 有蹊跷了 殿下 微臣想去一趟青州 替殿下探明真相 我也不曾去过青州 不如 咱们结伴同行 啊 啊 啊 嗯 嗯 嗯